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你好 欢迎来到圣号TV 我是圣号 我上一个影片是分享如何在不写代码的情况下 或者在没有写代码的知识下 也能做出不属于任何网站的网页 而今天我将要分享的就是如何轻松更改里面的内容 以符合你的需求 为了防止你找出那个官方网站 我将会把那个网站写在下面的说明文 可以从那边点击进去看 当你点击了我给你的那个结果后呢 你将会到这一个页面 如果你还没有申请成为会员的话呢 请观看我上一个影片 我上个影片有详细的说明如何成为他们的会员 如果你已经成为他们的会员的话呢 请点击sign in 登录后呢你将会来到这个页面 左边呢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设计好的一个网站 右边呢就是它的那些extension block in 至于右边的这些block in呢 我将会在之后的影片分享 今天我们将会去更改我们的网页的template 点击manage site,edit site 其实要更改这个网页的contain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记得几个man的步骤,之后你都可以自己来 第一,你有可能会想要在这两个part之间加一样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鼠标移到这个part这边,在这个button这边点击 然后左手边就会显示出他推荐你要放什么template 第二个呢,你可以点击上方的menu,add或者是site design 加多一个part在这边,或者是加多一个page 这里呢,我加多一个block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block了 之后如果你要加任何东西的话呢,也是像刚才的方法 点击加,再把那些东西卷过来就行 如果你要更改你的block呢,只要点击这个manage 这里你可以选增加新的post,或者是edit,或者是滴滴之前的post 第三个呢,你可以知道的就是在这个site design这边 你可以选择你要更改什么teams,color,form,或者是animation 至于里面的contain呢,你可以把你的鼠标移到那个contain的那边 然后按edit content 这边再推荐你另外一个比较实用的tips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右下角的小button 然后点击 这里呢,它会有一连串的教学 教你如何更改你的website 是非常实用的 这个网站呢,它的好处呢就是 它会不时的更新 更多新的feature,更多新的template 这一集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在下一集呢,我将会分享如何通过这个网站 让你被世界各地的人发现的方法 这一个方法呢,是对于做business,做blog的人相当有用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帮我点击个like 然后分享给你所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圣浩TV呢,请记得订阅圣浩TV 圣浩TV将会不时的更新关于科技以及生活上面的资讯 我是森浩,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